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向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丁伸出友谊之手 蒙古以隆重军礼欢迎普丁大驾光临 日前国际刑事法院ICC发言人要求蒙古拘留普丁却惨遭抗命 普丁的来访也引发蒙古人两面评价 但也有人高举不调要求把战犯普丁赶出蒙古 彭博分析在蒙古当局眼里石油大于国际法 普丁这趟蒙古行让ICC颜面扫地也形同解开了普丁的井库咒 就看未来普丁如何跟西方斗法从制裁中突围 建兄姚慧文蔡秋满报道